之前开始讲数据模型设计 这块也是比较重要的 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一二图 一二图这个概念 我们之前在讲MySQL的时候 说过这个概念 特别是在讲MySQL外界之后 我们到时建了一个Yudas表 一个Blocks表对吧 然后它是一个数据表 之间关联的一个图 我们回顾一下 要全当再回忆一下 我们之前讲MySQL当时是怎么做的 然后第二步是 讲一下关系型数据库的三大范式 所谓的三大范式 就是指导了你在关系型数据库中 设计表的一种规范 一种规则 这是三大范式 然后数据模型设计 数据模型设计 就是我们本节比较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把我们微博的这个系统 这个数据模型 给真正的去设计一下 能知道我们接下来的 数据库的一个键表 以及开发 好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做 MySQL知识点介绍的时候 一个一二图 就是我们当时建了一个Yudas表 然后建了一个Blogs表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在于我们这个Blogs表中 这个UserID 有一个外界对到UserID表中 意义就是说 我们这个每一条Blog 每一条博客创建人是谁 我们通过ID关联过去 我们不是把创建人直接写上 其实等会儿你看 它也是符合斯坦发誓之一的 这样的话 就让数据更加严谨 更加完整一些 加上冗余对不对 OK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来回忆一下 之前做的一些事情 以及这是最终的一个产出 然后我们就就着这个表 我们说一下 关系型数据和三线范式 这三线范式 就是它指导我们 怎么去建一个 比较合理 然后大家比较认可 也比较高效 比较快速的一个数据表 以及表和表之间的联动 第一个就是属性的原子性 三线范式这些东西 你从网上查 可能查出很多很长的 看不懂的一些解释 我这就用一个 比较通俗的语言 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第一个 属性的原子性 这个属性其实就是列 就是表的每一列 就是每一列都不可再拆解 这个没有问题 对吧 就像我们之前演示的 那个优特的表中 我们分为优特内容 哈斯沃的 就是用户名和密码两列 如果我们把两连合起来 那肯定是不行的 对吧 两连合起来 就是说能不能用 也能用 对吧 我们自己通过程序 把下方用户名取出来 然后后面密码取出来 怎么怎么样也行 但是这样的话 就会很麻烦 很费劲 然后也不宜插照 也不宜维护 对吧 比如说三大方式 是指导一个最佳的 一个设计方案 并不是说你不符合 这三大方式就不能用 而是说不符合 这三大方式 就会让你不好用 特别是越用越不好用 越往大了之后 越不好扩展 OK 第一条 我觉得大家应该 都没有太多的疑问 就是属性的原子性 就是把属性 开到尽量小一些 每一列都表示 一个意思就行了 第二层呢 就是记录的唯一性 就是有唯一的主件 这个我们也讲过 这个大家应该没有疑问 就是每一列 都有唯一的主件 每一行都有唯一的主件 一个表中 应该至少有一列 也是个主件 然后其他属性 都依赖于这个主件 这个就可能会 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其他属性 都依赖于这个主件 比如说我们 刚看的那个 unit表中 用户表中 我们用户表中 有个主件叫ID 对吧 ID是主件 然后这个主件 就表示了一个用户 用户名啊 密码啊 秘称啊 它都依赖于这个ID 也就是说 它都是这个用户的 对吧 如果是比如说 我们几个比方 把用户表和 博客表 就是用户表和 blogs表 合在一块 作为一个表的话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如果合在一块 作为一个表的话 那那个主件的ID 到底是用户需要依赖的 还是说博客需要依赖的 这就乱了 对吧 所以说 我们要保证 记录的唯一性 记录的唯一性 就是说 我们在每个表中 的每条记录 都表示 一个业务实体 它不能有什么歧义 对吧 用户表中 每一条记录 就表示一个用户 然后博客表中 每个记录 就表示一条博客 都能把它混在一块 以及每个表中 要有唯一的组件 第三个 有自然的冗余性 不存在数据冗余 以及传递依赖 这个比较典型的 就是外界 也相当于说 我们的这个 blogs表中 这个UdaID 我们对应到 Uda表中的ID 它是一个外界的 引用关系 那这样的话 会让我们的数据库 设计看似比较复杂 对吧 看似比较复杂 就是我一个博客 到底是谁创建的 我还得写个ID 还得对应过去 多麻烦 我一个博客室创建的 我直接把名字写上 不就行了吗 对吧 这套就有问题 对吧 你把名字写上 这个博客的 是谁创建的 你把这个优惚名 什么倪称都写上 这不就违反了 第二条规则了吗 对吧 你相当于是 你把两个表 都合在一块了吗 那你说我可以 还是分两个表 分两个表 只不过是我 把这个优惚名 写过来而已 那这样的话 就产生了荣誉 以及传递依赖了 相当于说 我的张三这个昵称 在这儿存了一份 在这个 又户表里存了一份 在伯克边 又存了一份 对吧 这就产生了荣誉 如果要改的话 就改两份 那这是两处 如果是二十处 那你就改二处 这样的话 就不可为覆 所以说 不能在数据荣誉 就是说 我们要多利用这种 外界 或者说其他的 这种连接关系 我们要把这数据 连接起来 让它引用过来 而不是说 把它拷贝过来 明白吧 是把它引用过来 不是把它拷贝过来 所以说 有了这么三大范式的 去指导 我们就会做出一个 比较符合规范的 而且是符合 不管从设计上 还是从性能上 还是从空间上 都比较符合规范的 一个数据表 一个设计 然后数据规范 会更加严谨一些 不计出错 就不计出错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通过这种 引用的方式 你可以只改一处就行了 不用改很多数 对吧 不计出错 然后占据空间 会更小一些 因为你没有冲 因为在空间会更小一些 然后仿的速度 会更快一些 比如说你这个 每一列都作为 单独的一列防徽 这样就可以查询的时候 查询的速度更细一些 就会更快一些 对吧 如果是把所有的 都混搭在一起 那查的时候 还得先择开再查 这样都会 计算的这个 次数就会比较多 然后就会比较慢 好 就依赖于这三大范式来说 我们做一下 我们的数据模型的设议 自己在做数据库设计的时候 也要依赖于这三大范式 好 这四个表呢 其实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微博 这个项目需要用的表 看似只有四个表 比较简单 但是他们之间的依赖关系 还是比较复杂的 大家看每一个中 都有这个键头的连接 就说明他们每个都依赖 所以说这四个表中 我觉得这四个表 虽然只有四个表 但是他们的依赖关系 已经代表了大部分 中型系统的数据表的 这个依赖的复杂度 就是它已经比较复杂了 所以说你不要小看这四个表 只有四个表 你把这个四个表的关系 搞清楚之后 把这个项目做出来之后 常用的中型系统的这个数据表 之间的连动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数据表之间连动 就是连动和关联是最复杂的 如果没有连动没有关联 那键一百个表 那也没有什么难道对吧 就跟复制一样 你键就是了对吧 他们之间没有连动 那就复杂度就上不去 只是数量上去了 就起一活了 好我们开始看一下 我们最先要讲的 应该是个Udus表 Udus表 就是这有个主件 然后呢 下面用户密码 等等这些个人信息 然后呢是博客表 我看一下博客表 就是微博表 就是主件 然后用户ID 然后微博的内容 微博的图片这些 然后这有个外界关系 应该就是这个UserID 对应到这个用户的ID 就给我们一开始看 那个亚图是一样的 然后这儿还有个用户关系表 用户关系表呢 应该两个外界的关系 应该就是UserID和FollowerID 都对应到这个UserID上 比如说这个用户关系表 它又对应了这个 用户之间的关注关系 比如说A关注了B B关注了C C又关注了A 这么一种关注和粉丝的这种关系 从这儿去保存 因为UserID和FollowerID 它们每个都代表了一个用户 所以说它们必须用外界 去把这个关系关联上 然后最后一个是 AdRelations 就是这个Ad的这个表 就是在博客中 我们可以Ad用户对吧 然后这个博客道里 Ad了几个用户 我们需要从这个表去关联 这个图没法看 这个外界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照看一下 这样看就比较清晰了 这两个对应这个外界 然后这个外界关系 以及这个外界关系 看着应该是比较清晰了 这个时候你去看这四个表 可能会虽然只有四个表 但是他们关联关系比较多 可能会比较懵 没有关系 我们现在只需要知道 每个表中 代表的什么意思就行了 像这四个表中 哪个表的含义 大家应该是知道了 对吧 然后具体的 里面的一些列的一些细节 大家可以先不关注 以及关联关系 大家大体知道 是个什么意思 一个什么作用就行了 我们接下来在做 每一步功能的时候 我们都会再拿出 这个数据模型 去给大家看一下 一连看完 我们到处再一连开发 就跟那个于开始的 加工设计图一样 保证你在这篇课程 修完 在做完之后 你能百分之百的理解 这个设计图的意思 我给大家看完之后 给大家看完之后 感谢观看